大家好,我是强子 这节课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HTP里边的Session的这个知识点 Session呢,其实在HTP协议里边扮演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Session呢,主要解决HTP协议里边的这个无状态的这一部分缺失 我们知道啊,HTP协议本身的传输的过程当中是不会保存任何状态的 那所谓无状态呢,也就是说服务器端并不知道我客户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服务器端呢,在没有状态的情况下呢,他就会认为每一个请求 每一次访问都是一次全新的请求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比方说就是我们要去一个系统里边需要登录的这种系统 那么我们一旦登录完了以后,即使成功了 但是这种状态呢,是没有办法保存下来的 那么下一次再去发起请求的时候 服务器呢,依然不知道我们是已经登录过的用户 很显然啊,这是非常 让人难以想象的一种场景 我们当然了,也没有遇到过 那为什么没有遇到过呢 就是因为通过Session的这种机制 帮助我们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啊 把这种HTP天生的这种无状态的这种协议呢 通过Session把这种状态呢,保存起来了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呢,这节课呢,主要的就来看看 Session它的一个工作机制 我们还是以PHP和Apache 通过Azure One这个应用程序来展现 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个web服务器 比方说IIS也好 或者是Engine格子也好等等啊 包括咱们的PHP脚本语言也好 GSP啊,或者说呢,ASP啊,这样的脚本引擎也好 他们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不会存在任何差别啊 所以呢,我们以PHP来理解 那么其他的呢,就请大家取一反散 先呢,还是利用HTTP沃期啊 这个我们一直在用的这个协议监控工具来看 这是之前我们录制的一些东西啊 先把它清空 然后呢,删掉已经有的缓存和Cookie 保持一个完全全新的状态 那么稳妥一点呢 咱们再重启一下这个浏览器 好,那么我们呢 现在直接来访问啊 咱们可控的一个系统 H1,因为呢 我们讲Session一定要牵制到服务器端的一些知识 我们去访问别人的网站 很显然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 服务器那边发生了什么 所以呢,咱们进行录制 然后呢,访问我们自己的系统 H1 就H1就好了啊 因为这个网站本身也是存在的 好 确认啊,录制成功 那么当我们打开H1的首页 登录框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边录制了一二三四五个请求 每个请求呢,都是正常的 由于我们已经清空了缓存啊 所以呢,都是一个完整的请求 并没有从缓存当中来读取 OK,这一切确认没有问题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啊 一步一步来分析里边更详细的东西 第一个请求啊 确切来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请求 它只是重定项 由于我们输入网址的时候 没有加后边这一个斜杠 所以呢,它帮我们重定向了这个斜杠 因为斜杠呢,代表是网站的一个根目录 它是有目录的 这样一个网址才算是正确的网址 如果单纯是这个 它不能称之为一个正确的网址 除非是呢,这个页面后边 它是属于H1本身不是一个目录了 它是一个网页啊,这样才可以 如果它是一个目录的话呢 这个目录我们一定要跟上 哪怕后边我们跟个index.php也行 这也算是一个完整的网址 OK,这边做了一个重定项 那当然了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地方啊 也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尽可能再去访问一个网站 或者说呢,在网页里边去加超连接的时候 尽可能把这个网址写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你没有写全的话 那么它就会做一个重定项的操作 而这个重定项的操作呢 你会看到 花了我们一秒多钟的时间 而我们整个访问这个网站 才花了1.882秒 而这个重定项就花了一秒钟 差不多接近一半的时间 都花在了这种无用功上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当这个页面里面嵌入了很多的一些超连接 每个超连接都花一点时间 就是不完整的这种连接的以后 那么都需要去做一个重定项 这样呢 对用户来说就会感觉到这个网站 访问起来可能会慢一点 当然本身1.8秒本身就算很快的了 多一点几秒几秒几秒几这个零点几秒钟啊 或者1.2秒钟呢 客户不会感觉到明显的差异 但是呢 作为我们系统的设计 包括我们测试呢 应该有这种意思 这种问题是完全很简单就可以避免的 完全没有必要去犯这种错误 多此一举 好 接着来看看 这才是第一个真实存在的请求 Gate请求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请求里边的响应部分啊 请求部分没什么 它就请求了一个静态页面而已 我们来看看它的响应部分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这些字段呢 咱们不再做解释 我们主要来看看cookie setcookie这个字段 phpcsid等于15bl54498等 一长串 pass等于斜杠 好 这个字段是我们这节课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字段 它到底在做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那什么叫phpcsid呢 其实它这只是一个简写啊 它的意义想表达的呢 是php的一个c型id c型id 好 我们先把它记录下来 那什么叫c型id呢 一个绘画的id号 这个怎么来理解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c型id 它是一串什么样的值 它是一个32位长度的16进制编码 那么它的这个字段啊 32位长 那每一位呢是一个16进制的一个这个字母 那么总共来说呢 就相当于它可以表示的组合有多少种呢 那就是16的32次方啊 这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事实上啊 这种32位长度的字编串 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128位的加密 因为一个16进制等于 其实就是啊 4位2进制构成 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 128位加密的这么一个字编串 当然了 这个呢 这个呢 是一种 MD5的一种指纹生成的方式 那 这个字段 它具体所代表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 重复几率很小的一个 id身份标识 什么意思 相对于这种组合有多少种呢 2的128次方 或者说16的32次方 这样一个天文数字 那么任何一种重复的概率是 2的128次方分之一 这种重复的概率几乎是不存在的 那么 它呢 就可以唯一的来标识一个 客户端 或者说当前这个浏览器 它的一个身份 你看啊 我们讲Session本身 它就是用来记录我们的浏览器 或者说客户端的这个状态用的 那怎么来记录这个状态呢 我首先一定要知道 它叫什么名字 或者说 它的一个编号是多少 那么 我有了这个编号以后 这个编号当然是还得我来分配给你 我服务器来分配给你才行 你不能自己随便给自己起一个编号 那么我服务器是没有办法管理的 服务器按照我自己的规则 我生成一个 编号给你 那么以后呢 你做的什么事情 我都会跟你这个编号挂上钩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 大家想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种状态给记录下来了 比方说我在服务器后台 我就可以维护一张表格或者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表格或者文件呢 有一列就是你的ID号 后边还有一些列呢 就是你这个ID号做过的一些事情 大家先从这种简单的场景想起 那所以呢 这个SessionID号自观重要 它决定了我们服务器段 能不能记得住你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SessionID 另外呢 既然这个SessionID 它要唯一的标识一个客户端 那毫无疑问 当我们在另外一台电脑上 打开另外一个浏览器啊 访问这个网页的时候呢 毫无疑问服务器端给它分配的SessionID 又会是另外一个 那这样呢 才能够唯一的标识 那么这边由于我没有别的一台电脑 无法掩饰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呢 掩饰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现在先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SessionID是15开头的 先记录下来 那么我们现在呢 不妨关闭浏览器 重新再打开一下浏览器 假设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我们就是 打开了一个新的客户端 来看看这个SessionID是否会有新的变化 点击录制 先清空啊 清空以前的东西 好 我们来看啊 这是我们的首页 好 我们来看到SessionID是5C768 好 我一问跟我们之前的这个SessionID不一样了 因为它可以有足够的组合来唯一标识 所以不用担心 它每一个SessionID都是独一无二的 好 有了这个SessionID为基础以后 那么服务器端怎么通过这个Session 这种机制来保存我们的状态呢 我们现在啊 回到咱们XAMPP的这个安装目录底下 在XAMPP的目录底下有一个目录叫TMP啊 看名字啊 这是一个应该是保存什么临时文件的一个目录 我们点进去看一看 这底下啊 大家看看保存了几个很有意思的文件 前面以CS下滑线开头 后边跟的好像就是一个SessionID嘛 我们刚才的15B154498 不就是这个吗 好 第二次的咱们的5C76831A 来看一看 在这个文件里面 这是一个文本文件 5C76831A 你看啊 当一旦我服务器端分配了一个SessionID 跟客户端的时候 那么我在服务器这边呢 同时记录一个SessionID命名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当然目前没有任何内容 好 那么 现在我尝试着通过AJ1的首页来登录 进入这个系统 好 登录成功 没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来设计啊 服务器端怎么能知道我已经是登录了 因为只有我登录过后 我才能做这些事情啊 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添加资料 添加内容 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我才能去提交 因为只有登录成功 它会根据我的角色来分配 我是否有哪些权限 OK 那么 我都可以做这些事情了 服务器呢 并没有高提醒我 我没有登录 因为它已经记住了我的一个状态 它知道我这个账户呢 是处于登录状态的 那它是怎么来做到记忆我的状态的呢 好 我们看一看啊 回到刚才那个C型文件 大家注意看一个变化 刚才是0K啊 什么内容都没有 现在变成了1K了 证明里边有内容 我们用写字版或者Ulture Edit 打开这个文件 可以看到里边呢 多了很多内容 先看看啊 里边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 UserID 数 限 S 冒号 一 冒号 双引号 一 双引号 分号 好 分号呢 是分隔一个一个的C型变量的 啊 这边有一个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啊 C型变量 UserName 啊 UserRaw 好 我们来看这都在干嘛 这个C型文件里边记录了我当前登录的这个用户 他的ID是1 那么这个值呢 这边S表示这个值对的是一个字符串 它是S来表示啊 使证 表示这个字符串 而这个字符串的长度呢 是1 所以这边这个1是表示长度 这个1呢 就是本身UserID的这个值 那么我们来看UserName UserName S同样它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C型变量 它对应的呢 这个值有5个字节的长度 对应的具体的内容是Admin UserRaw也是对应的13个字节 Admin是Twitter啊 等等的往后都是啊 包括用户的邮箱 包括当前的这个项目啊 他所正在做的一个项目 因为我们这个H1本身就是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系统 好 后边呢 还有很多其他一些变量 咱不意再去罗列 最后看到一个变量 叫做IslogE 这个变量听上去啊 很重要 是否是登陆的 处表示呢 是处于登陆状态的 表示是处于登陆状态的 那么既然这样我们 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变量 它就保存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 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保存了我们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 Session ID对应的这个客户端啊 这个Session ID对应的那个客户端 它当前的状态是处于登陆的状态的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不妨呢 来做一个实验 我直接手工把它改成Force 当然这种情况 在真实运营一个网站的时候啊 是不允许这样的 因为这种修改都一定是通过我们前端的界面 或者是管理 管理界面来控制 而不应该是直接去修改它大服务器团对最底层的这个文件 但我们现在是现在是做实验 当然没有关系 我们不妨直接改掉 那改成Force就 是不是就意味着 对这个Session ID对应的这个客户端 它是处于非登陆的状态 好 我们现在呢 再来点开 好 你会看到 当我们再去点另外一个模块的时候 由于服务器端记录的当前的这个Session ID是处于非登陆的状态 那么它就会直接跳转到首页让我们重新登陆 好 我们呢 又不妨重新再登陆 好 登陆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啊 继续来看 好 这边告诉我们这个文件已经被修改 要重新加载吗 是 重新加载 我们看到 登陆成功了以后 这个变量呢 又自动的改回了处 那么这个修改呢 是通过我们的PHP的脚本来完成的 因为呢 登陆成功了以后 PHP的后台的处理脚本 它会做一系列的事情 包括修改这些Session变量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理解啊 这个状态的保存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机制了 首先 再梳理一下 当我们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它首先要给我们分配一个Session ID 当 那么这样呢 我这个客户端就有了一个唯一的身份标识 那后边我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服务器端呢 根据我们的业务逻辑 它会呢 去做相应的处理 比方说当我登陆成功了以后 那么在服务器端的代码呢 它就会帮我保存一下这个Session文件 并且呢 把里边Session变量的值都保存在里边 那这样呢 通过Session ID和这个文件 以及文件里边本身的这些内容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状态保存的这么一种机制 那么另外呢 就是再提醒一下Session这种变量 它的内容 是保存在服务器端的 那么服务器端呢 会自己运行和维护这样一些Session文件 那么同样的啊 现在我们来设想一种场景 这里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现在只是一个浏览器在访问 那你想我们很多大型的网站 它可能同时有上万个 甚至几十万个用户在用 那毫无疑问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这个目录底下 难道就要维护 是不是就应该要维护几十万个文件 而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超大型的这种系统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还用这种非常传统的文件的方式 来保存Session的话 那一定会存在性能上的瓶颈 因为一个目录底下放几十个文件 这是应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即使可以放下来 即使可以放下来 那么我们再去寻找这里边的某一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的寻址也会变得非常的慢 这一定会拖垮整个服务阶段的性能 所以呢在这里啊 当针对一些大型的系统的时候 我们不见得啊 推荐大家还是继续用这种默认的这种Session文件的方式来保存 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 比方说我们把这些文件 保存到我们的内存里边 而不是硬盘上 这样呢效率就会提高很多很多 直接保存在内存里边 因为这叫Session啊 它Session毕竟它都是一个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迟早会离开这个网站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长时间去记录这些Session 那么保存在内存里边呢 也不会存在问题 那这样呢性能上会有提高啊 请大家慢慢的啊 调整一下我们的这种思考问题的这种方式 我们一定要从一个测试人员的角度来思考 这样的一些问题 这样的一些机制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们呢得有一种感受 因为我们平常自己在玩的时候 自己在做的时候 你感觉到的可能就是就这么几十个 甚至几个这个Session文件 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当有很多很多很多文件的时候 几十万上百万的时候 任何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 都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 导致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发生 所以啊我们做测试也好 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的架构设计过程也好 其实很多时候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高大上啊 整得多么牛 其实就是要从这些细节入手 慢慢的形成这样一种意思 那么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考虑把它放到内存里边 另外我们也可以考虑呢 以关系型数据库的方式来维护这些Session变量 不一定非得是一文件 我们把这几十万条数据呢 我们放到数据库里边啊 再来进行查询也可以 甚至呢我们这些数据库本身也可以用内存型的数据库啊 这样呢更方便更加的方便管理 同时呢效率也能够提高啊 这些都是我们性能优化的啊 一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呃最佳实践的一些东西啊 大家呢慢慢的去啊 进入这种状态去啊 跟上我的这个思路啊 啊了解我们这些机制啊 还有呢未来的我们这个web系统里边 那为什么它这么设计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设计是好的 那么设计是不好的啊 那么它很多东西呢 其实就来源于这些系统的这个 它的本身的设计原理 这些东西一旦设计不好 就是说就像一个人的基因一旦不好 后天你再怎么去改变 那么都没有办法啊 从本质上去改变它 那些改变的东西呢都是表面性的 好这是关于Session 咱们呢就先先说到这儿啊 整个Session的工作原理 我相信啊 大家应该说已经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了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自己呢去拿别的网站啊 用HP Word来做一个分析 比方说我们呢 现在可以来分析啊 PGP One的这个系统 它的Session的管理机制是怎么样的 我们呢也可以去拿一个 咱们自己公司里边 或者以前学校里边接触过的某一个网站 它的Session就是怎么样的一种工作方式 或者说我们除了区域了解 PHP它的这个脚本引擎 它的Session处理机制 我们呢不妨再去看一看 ASP GSP 它们又是怎么样的方式来管理Session的 去找一些这些网站 用HP Word来监控分析一下 就能够找到一些 相应的比较有用的信息 那这个呢就作为大家课后的一个练习 好今天的课呢 咱们就先到这 是个 Carbon器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